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一中政策演说 再次重申拜登政府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直接点出变的是北京 布林肯话才说完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罕见在南华早报投书 怒斥美国才是掏空一中政策 不仅将台湾关系法与对台六项保证 凌驾美中三公报之上 美国行动更是将台湾海峡变成危险的火药桶 美方坚持台湾部署于中国 而美国实质行动更透露朝向战略清晰前进 美国一中政策改变 放大挺台分量 让中国气到跳脚 解放军更频频在南海军演 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 国防部最新释出九峰飞弹发射画面 最受瞩目的是陆基型雄三飞弹 首度从陆地发射画面曝光 摧毁海上靶船 还有海巡安平舰成功发射雄风二型反舰飞弹 展现平战转换能力 陆海空展现强大打击实力 就算你共军以后攻击的方向 攻击的重心改变 我国防部我们国军 也有相关的因应计划 因应准备 更重要是因应的能力 不让中国对抗美国 拿台湾既旗破坏台海和平 台湾秀军式肌肉 展现对抗侵略能力 更与美国跟印太盟友 共同抵御中国扩张 不让危害区稳定的计谋得逞 三地新闻林凯军 陈也好台北超道 第一次进行通知 突然说明了 面应 drop 面应付 第三次进行後 第一次进行的 工智 工智